宛贵妃臣氏,是雍正年间,由地方官员进贡的民级汉女,被雍正帝赐给皇子弘历,乾隆帝,为侍妾。 乾隆即位之初,她被封为常在,乾隆二年1737年,正是颁赏后宫位分时,她由常在尽为贵人,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,因太阅无二个永旗,而被尽封于平的海市,侧封为渔妃,后起之秀的叶赫那拉市,百事和卫士, 此时也已经是书贫,一贫和另贫了,乾底救人的臣氏,依然在贵人的位置上,原地踏步。 乾隆十三年1748年,乾隆帝的白月光,皇后复查使在东雄归城的途中崩逝,这对乾隆帝的后宫,无疑是一场大地震,后宫妃嫔们对孝贤皇后的离世,或许是喜大于忧。 据《清高宗时录》记载,在孝贤皇后崩逝百日后,乾隆帝对后宫进行了一次大功摩测封,十年以32岁的臣氏,由贵人成功进封为婉嫔。 月女无数的乾隆帝,非常了解臣氏的性情,特别选择婉字封号,赐于温顺玄境的臣氏。 之后,婉嫔在贤位上一坐就是46年,她是清朝后宫居贤位最久的妃子,虽说是义宫的主位,居正殿,让义宫之士,可实际上,婉嫔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贫瘠的待遇。 据《清宫档案》记载,婉嫔寻常生日的赏赐,多年都是按常代的标准派发。 看似没价位的婉嫔,时之所想的奋力,一度被削减,仅有贵人的待遇。 直到婉嫔70岁时,才恢复正常待遇。 但婉嫔好像并不在意这些,她将宫中的岁月寄托于自己的移情之后,因此,才有了平稳心态。 乾隆59年1794年,乾隆帝善让皇位的前一年,对后宫部分威嫔,进行了象征性的禁风。 此时后宫中排名第一的是颖妃巴林市,其次是敦妃汪市。 这一次,乾隆帝进风前邸,解存为依旧人婉嫔为婉妃时,给予了超规格的礼遇。 这也是78岁的婉嫔最高光的时刻。 在她的风妃诏书中,乾隆帝称赞,并给予她令范克传于同史的高度评价,意思就是说,她的德行足以流传在同史上。 令范克传于同史,这个评价,在清朝的妃嫔风告中是独一份的,值得一提的是,据清高宗实录记载。 册封婉妃的正史是大学士公阿贵,封妃的使者与树封人的身份,地位是息息相关的。 当年继后那拉舍封贤妃的册封,正史,是大学士士遗址,令提封令妃的册封正史,是邪曼大学势力部上书臣大寿,虽在朝中都属于高级官员,但是排名并不靠前。 大学士阿贵、易能公、首席军纪大臣、排续和自立,都在和珅之上,足以建的臣氏册封为妃时的礼遇。 晚年的臣氏,总算是风光的一把。 五年后,乾隆帝家崩,晚太妃受到了嘉庆帝的优待,与颖贵太妃一起住建的重庆皇太后,曾住了42年的寿康宫。 一年后,颖贵太妃离世,晚太妃为寿康宫之首。 嘉庆六年1801年,嘉庆帝尽尊晚太妃为晚贵太妃,直至此时,历经六十多年,咬死了后宫一个个风云人物的臣氏,终于成为了乾隆帝后妃之首。 可是此时,一物是人非,乾隆帝的那曾经花团锦簇的后宫,早已换了主人。 六年后,1807年,晚贵太妃兰氏,享年九十二岁,她是乾隆帝最长寿的妃子,也是清朝后宫唯一人籍汉人贵妃。